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时间,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 家庭中常见的另外一种同盟关系是父母和好孩子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家里的坏孩子 在这种关系中,家里的坏孩子总是处于圈外的位置 而家里的好孩子往往和父母结成同盟 因为他总是表面上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或者看起来遵循着父母的价值观 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几乎完美的 这种现象在同盟关系中很常见 与之相反,家里的坏孩子被视为几乎没有任何优点 后来已经长大的好孩子接受心理治疗时 常常会告诉医生,他的所作所为几乎跟坏孩子一样 只不过没有被父母抓住罢了 而父母似乎认为这些好孩子根本不会犯错误 这就是所谓的替罪羊现象 也是家里的一个子女被当作所有家庭问题的根源 这种替罪羊现象在各种群体中都很普遍 它是人们应对自身焦虑时采用的常见手段 甚至在一些动物群体中也可以看到 有实验发现,无论何时 只要三只或者三只以上的老鼠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总有一只老鼠会被当作替罪羊 作为替罪羊的老鼠行为怪异 其他老鼠则表现得很正常 其他老鼠会攻击或者疏远这只替罪羊 如果原来作为替罪羊的那只老鼠被移走 那么剩下老鼠还会选出另外一只替罪羊 当实验人员把所有当过替罪羊的老鼠关在一起时 除了其中一只以外 其他所有老鼠都会表现得很正常 唯有唯一那只表现异常的老鼠是这个群体里的替罪羊 在家庭内部的替罪羊现象中 大多数家庭成员内心都认为 我们大家都很好 就是那个人有问题 要是我们不能把他改正过来 就要把他排斥出去 当人们对自我意识感到焦虑时 因为关系过于亲密而产生焦虑时 他们就会诉诸替罪羊的现象 如果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人身上 其他家庭成员就可以忽略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了 好三分钟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bye